这是韩国的AMKIR铭洗消毒凝胶 它的酒精含量只有63% 杀菌的力达到99.9% 经过全南大学开放型实验室验证 也具有韩国实验成绩书成分表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国内的产品合格证 我们也可以提供正常的出口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这个前面 这是后面 其实这个产品是30毫升的 但为了支持国内的疫情 支持中国厂方决定把这个容量增加至45 也就是增加了50%的量 然后80毫升的这款要达到90毫升 都是增量的 但是价格是不改变的 它的外包装是四层材质 还有这个宽边的这样的一个压印 这样的一个功力设计 可以防止这个酒精的一个消毒液 就是溢出到外面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酒精呢 采用的并不是那个工业的酒精 而是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酒精 对人的身体的话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不会有毒副作用 它这个就是因为里面是折礼状 它可以达到什么级别呢 我们可以吃它 吃它也没有问题 现在出货的产品呢 是只有这个30毫升的这款 那80毫升的这款呢 就是要等到2月底 开始才可以去生产 大家可以先那个预定起来 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小 而且的话 随着用的量多 那它剩的就少 那体积越来越小 不像瓶装的 瓶装的话 它再怎么用 还是那些一个固体量 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是非常方便的 它就是可以折起来 看也非常方便 MQ的这个 就是消毒类的一个产品的话 除了这种免洗的 洗手凝胶之外的话 还有像消毒水 有300毫升的 也有500毫升的 还有就是免洗的 免洗洗手凝胶的一个 瓶装的 是家庭装的 那现在呢 我们先出货这个30毫升的 那其他产品的话 我们陆陆续续也会去出品 现在全世界都在 就是抵抗这个疫情嘛 所以的话 就是各个国家 就是各个地区 都对这种消毒液呀 就是这种产品的话 就是比较 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像我们这款产品的话 就是已经 像中国的台湾 中国的香港 这边的话都有出口 那么这边